香港进行实地调研,并得出了一些不利于中共封建专制统治的结论,因此他们污蔑我,勾结所谓的港独势力作乱,危害国家安全,并获得了一些所谓的证据,让我回去受审。 我非常担心,担心我成为中共专制统治的右移民职业受害者,因此我现在转机到了台北的桃源机场,想向中华民国,也就是台湾的同胞们求助。 移民署调查因为他的许可证件不完备,将依国际惯例将他安全遣授到第三国。